美国商务部4月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3月扣除非机非国防资本品订单 环比下降0.4% 预期为-0.1% 3月份企业设备订单下降幅度大于预期 表明借贷成本上升和经济前景不明朗 正在抑制资本支出 随着经济显示出失去动力的迹象 信贷环境收紧 许多企业正在缩减投资计划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 资本支出大幅减少是今年经济下滑的一个关键因素 此前调查数据还显示 制造业普遍疲软 3月份对小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 只有20%的企业主计划在未来3-6个月内 投资于设备和结构 这是两年来的最低比例 另一方面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25日警告称 如果美国国会未能提高政府的债务上限 由此产生违约并将导致失业 同时使得家庭在抵押贷款 汽车贷款和信用卡上的支出增加 会引发一场经济灾难 并在未来几年推高利率 耶伦表示 增加或暂停31.4万亿美元的借款上限 是国会的基本责任 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 美国企业将面临不断恶化的信贷市场 政府可能无法向依赖社会保障的相关家庭 和老年人发放款项 美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利用债务上限的僵局 来倡导他们的长期目标之一 要求更多的低收入美国人工作 以获得政府福利 尤其是食品券和医疗补助 这能够减少政府开支 同时增强就业市场 根据该计划 年龄在18至55岁之间 没有孩子身体健全的成年人 每三年只能获得三个月的食品券 除非他们每周工作至少20小时 或符合其他标准 目前该授权适用于18岁至49岁的人群 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中 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 平均每个月有27万5千人将失去福利 因为他们未能满足要求 并且无法获得豁免 另有1万9千人将因为获得的新收入 而获得小额福利 其他机构预测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该条款将使大约90万名年龄在50至55岁之间的人 面临失去食品援助的风险 4月26日 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和市场管理局CMA表示 以阻止微软收购动式暴雪的交易 原因是担心此交易会损害云游戏市场的竞争秩序 导致创新性下降 未来游戏玩家的选择变少 对于CMA的裁定 微软回应称 仍将致力于推进收购并将上诉 微软总裁Brad Smith表示 CMA的决定放弃了解决市场竞争问题的务实途径 并阻碍了科技创新和英国的投资 动视暴雪CEOBobby科蒂克就此事在内部邮件中称 对收购的拖延和阻碍感到沮丧 并强调该交易仍为盖棺定论 或与微软一同申诉 这笔交易是微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交易 同时创下游戏行业的最大收购记录 受交易受阻的影响 董事报学股价当天暴跌近10% 4月26日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这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年多以来 两国元首的首次通话 习近平表示 中国将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往乌克兰等国访问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 他还指出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当事方 既不会隔岸关火 也不会拱火交游 更不干趁机牟利的事 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核战争没有赢家 对待核问题 有关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真正从自身和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着眼 共同管控好危机 泽连斯基介绍了对当前乌克兰危机的看法 感谢中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人道主义帮助 欢迎中方为恢复和平 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 发挥重要作用 希望同中方开展全面合作 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感谢中方为恢复